這張海報呢就是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對海是好的事 那現在其實大家都已經有一些基本觀念就是我出門會帶環保餐具或者是環保水杯 然後我去買東西的時候基本上也會自備我們的購物袋啊購物體覽 其實這都是很棒的行為 那有些人可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有些人他買了環保塊跟環保餐具 但是他們最常發現一件事就是我忘記帶出門了 對其實這些習慣還是可以慢慢的去養成 那有時候你可能就是洗一洗馬上放進包包啊什麼的 就是可以累積以免自己忘記的次數 那再來呢在我們衣服的部分呢就是可以選擇比較純棉的那種材質 因為我們有些衣服的纖維其實原料都還是石油啦 那他尤其是冬天有些內刷毛的衣服 那其實你每洗一次那些掉下來的那些刷毛 纖維就是塑膠纖維碎屑 最後呢也都還是排放到大海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天然的像是棉啊或是麻的這種材質 其實是對環境比較好的 那再來呢生活的部分呢就是我們可以做好 垃圾分類跟垃圾減量 然後還有不要去使用一些有柔珠啊什麼的產品 那在吃的部分呢我們可以就是盡量內用 就是餐點的話這樣子還有人幫你洗碗你看多好 而且熱熱的吃呢都會比較好吃 那我們像是住在都市的人基本上也非常的仰賴大眾運輸啦 像是捷運啊或是公車啊其實這都是非常好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有熱忱的人 那你可能也會常常來參加一些跟環境環保議題有關的講座 或者一些淨灘行動 那其實有時候呢不只是你參加而已 因為你可能會把你這些好的習慣或是你的一些好的想法 那慢慢潛移默化的轉達就是改變你身邊的人 因為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他們可能在無形之中 會慢慢的受到你這些習慣跟行動的影響 那他們最終其實也會慢慢的改變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呢都是一顆有潛力的種子 就是只要我們從自身開始慢慢慢慢的生活的習慣開始改變 那其實我們的大海跟我們的環境都是有希望可以變好的 有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